阿露哈 喵咪打戰爭時間來 好 那我們昨天的話基本上用我們的金太郎來吃魚囉 那金太郎的話算是我們抽到了一隻新角色啦 所以我們還沒有用過他 所以我們就讓他上場來吃一下魚 那另外一個的話我們這一次的漫波魚 還有另外一個活動關卡 也就是這個三億條的夥伴都死掉了 那我們今天一樣會用我們的一隻 就是我們比較沒有上場的角色 來打一下我們這個三星關卡 那今天的話讓我們上場的角色沒有錯 就是我們一直都沒有使用過的一隻角色 是我們的那個雙掌星喔 雙掌星之前我抽到之後的話 我就一直沒有練他啦 所以我們經驗的話就把他練起來 然後看一下他們的那個攻擊姿態喔 基本上我之前有用過別人的雙掌星 所以應該知道他是怎樣的攻擊模式 我們先把他升到我們30等 應該沒問題 OK 好 那我們在還沒有升階的時候呢 他會變成這個就是修煉一身雙掌技 天真無邪的雙胞胎 以絕佳默契操控肉球使出快速連續攻擊喔 給予黑色敵人與異星戰士超大傷害 他是基本上好像三連斷攻擊了吧 所以算是一個能夠打一個那個 黑色敵人跟異星敵人大傷害的三連斷攻擊的角色 OK 進化之後就變成我們的精通格鬥技 總是感情超好的雙胞胎喔 用合作無間的拳頭打飛笑門口的老師 哈哈哈 目標全清獎 能給予黑色敵人與異星敵人超大傷害 那他這邊也有三階進化啦 不過三階進化的話 我們這邊是缺了我們的三個紫色薄荷喔 然後他進化之後生產速度會加快 也就是他的吸擊時間會比較長一點點 然後攻擊跟移動速度也會獲得提升 可將敵人的攻擊下降無效化喔 就是可以讓別人的攻擊力下降無效 所以他不會怕攻擊力下降這樣子感覺 好 那我們進化的話 那我們就用我們的這個雙掌心來打一下我們的這個 唉唷 我升級了 來用一下我們雙掌心來挑戰一下 我們這個三義條伙伴都死掉了單星關卡 因為這一次我們的漫波魚活動 基本上是沒有就是新的活動啦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們就來用一下 我們以前沒有用過的角色來打一下我們舊關卡 那最後一關的話一樣是由我們稀有券喔 不過上次我們都拿過了 所以這次就沒有辦法了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要 他應該要重置才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他如果沒有重置的話 真的會比較小尷尬一點點 OK 我們這邊的話來看一下喔 他是打一星敵人跟我們的那個黑色敵人 所以我們可以來換一下一星敵人的隊伍 來看一下喔 這邊的話直接把我們的雙掌心妹妹給他帶上場 我們先用他一階的情況 看一下他一階的樣子長什麼樣子好了 他好像二階就會開始上色啦 所以一階的話好像是沒有上色的 來看一下我們第一關卡 兄弟拳王 沒有問題 那這些關卡我們之前都已經打過了 所以應該不會說有那麼難喔 然後我們的第一階段的話 角色的那個生產費用是三... 哈哈哈哈 我怎麼覺得每次我看到這個魚 我都會覺得很好笑啊 我們這邊的話第一開始的話 第一階段是3900塊錢喔 所以也還算是有一點點小貴啦 我們來看一下能不能打爆我們這隻 欸... 妹妹魚好不好 來 這邊的話就是沒有上色的 然後基本上他們背的是書包 然後三連攻擊 配合! Daily 好像很厲害欸 恩 好像還不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下個關卡是我們這個 魚生困難模式喔 那第一關卡的話基本上裡面是只有一隻 只有一隻這個魚而已啦 所以應該還算是滿簡單的 因為這個是我們積分獎勵制的關卡 所以應該也不會說那麼的難 不過最後一關的話拿到我們滿分 應該就沒那麼簡單了 好 那我們這邊一樣先存到我們3900塊喔 所以他是用他旁邊後面那個就是很像貓掌 那個就是東西去打欸 雖然我也不知道那是甚麼東西 不過那是他的那個攻擊武器 而且他們因為會功夫 所以他們的那個打鬥的樣子的話 其實我覺得流暢感算是很足夠的 就有那種就是在耍那個中國功夫的那種感覺 好像算還不錯喔 來 再看一次喔 而且他們是一直都牽著手的欸 有沒有 有 你們看看 三連擊 有沒有 真的是三連擊啦 我覺得還算是不錯 你看有沒有 直接三連踢 這三隻魚直接被燒到直接掛掉欸 欸剛好其實我覺得打這關很不錯欸 因為剛好他們都是有間隔的這樣過來喔 那這樣就直接被我們給打掉了 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這邊的話 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待會就來看一下他進化之後會發生甚麼事情 進化之後就有上顏色啦 所以還不錯 然後他第三下攻擊的話是有點那種蓄力的感覺的喔 欸可是我覺得這關魚有點太多了 哼 這關魚有點太多了 這應該需要再叫一些角色來支援一下喔 這靠他打的話可能會打一輩子你知道嗎 因為一直在那邊 然後一堆魚這樣子喔 好 沒關係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先把我們大款的強貓 跟我們的強貓還有我們一些就是角色 所以用的角色都先來給他出出來喔 為什麼這套明明就是打我們異星戰隊的那個隊伍 然後裡面會有我們的那個紅色敵人啊 我之前是拿這套來打甚麼 喂 我覺得第一 第二 第二關就開始有點比較困難了喔 因為這關的話大家要記得是我們那個基本制獎勵的關卡 所以 你必須要打快一點喔 然後可是我們這一關的話基本上 哈哈哈哈 我們這關的話基本上魚一直來一直來 所以這邊的話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了 這魚也太多了吧 我的天 哈哈哈哈 這魚真的太多了啦 所以第二關如果你要拿快 你要拿多一點分數的話 你可能就是叫一些就是比較多那種範圍攻擊角色啊 或是那種有波動傷害角色出來的話 應該就會比較好一點 比如說我們大款腿貓啊或甚麼之類的喔 哇塞 這真的太扯了吧 這魚真的是一直來欸 這關如果要拿到最高分的話 應該沒有那麼容易喔 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沒有拿到最高分 我們待會可以看一下 但他們的傷害也沒有說特別的高 他們就只是比較煩一點點而已喔 所以大家的話都可以那個 呵呵呵呵 都可以帶一些範圍攻擊角色來捏殺這些魚就好了 好不好 吃魚吃好吃滿欸 今天真的是吃好多魚你知道嗎 呵呵呵 直接吃起來 OK 那這邊美女神直接把這個塔給毀掉 5831分來 看一下這關最高分是多少 那這關最高分是7000啦 那我之前是有拿到所以就還好喔 OK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先把我們的這個雙掌星給他進化一下 來看一下他的二階狀態 他二階基本上就有顏色了 然後一樣是3900塊錢的 所以應該還算是還好 來看一下我們第三個關卡 沙丁魚罐頭喔 這邊的話裡面有那個我們那個妹妹魚囉 然後最高分是7000分來看一下吧 妹妹魚再加上我們曼波魚啦 我覺得林天國最近的神武應該是超級難的那種感覺喔 好 那費用的話一樣是3900喔 所以基本上就還算是滿OK的喔 那下次之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有更多的紫色不合的話 哲平會再把我們這個雙掌星給他進化上去 讓大家看一下三階進化的雙掌星會變什麼樣子喔 嘿 這邊的話先讓曼波魚跟小魚打我們 我們這邊直接輸我們二階雙掌星 喔 變得超美的 我真的覺得貓戰的角色只要上色真的都很好看 真的很不錯 而且他們穿的是那種就是 那是運動褲的禮褲吧好不好 就是沒有辦法看到小褲褲了 喔不錯 而且他上面會有一個阿摩欸 這他們的名字是不是阿摩 沒有啦他們名字好像不是叫這個 因為他們名字在介紹那邊就找得到了 我覺得他的這個配色配的真的很好欸 就有一些就是貓戰的角色 其實他們一開始在二階或是三階的話 基本上也是沒有什麼顏色的 只不過這個雙掌星應該也算是比較後期的角色 後期的角色的話基本上都有幫他們上色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好的消息喔 像我們那個密斯阿 或是我們那個銀河美少女戰隊那邊 也都是全部都有顏色的 哇這邊打得贏嗎 其實不太知道欸 欸這邊還有我們那個烏賊跟那個小魚 去幫他幫他擋一些東西 我們還是先叫其他支一員團來幫忙一下好了 所以上色之後的話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其實還算是蠻好看的 然後我們這邊雖然被我們那個妹妹魚好不好 打了兩下的攻擊然後KB了 但是還是沒有死亡 所以還算是蠻OK的 這邊還是靠美女神的一個遠攻資源囉 好三下KB直接掛掉好不好 所以這邊的話 但是CD又好囉 所以其實我覺得雙掌星的那個 召喚CG時間其實不是說很慢的齁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可以打一個三連攻擊的姿態 6896分差一點到7000分喔 好 看一下我們的倒數第二關 猝死 這關的話基本上最高分也是7000分 然後裡面是一隻螃蟹喔 螃蟹我們昨天已經有遇到 我就覺得螃蟹其實比較像一隻大魔王的感覺 螃蟹可能就 沒有那麼好應付 因為感覺就蠻硬的你知道嗎 我們這邊一樣就先叫出我們的雙掌星 看一下雙掌星大戰螃蟹好不好 吃完魚就來吃螃蟹真的是很爽喔 那明天的話應該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這邊的那個道場 因為我們這個曼波魚活動的話 跟我們那個初音活動一樣都有道場 然後我們就是先把他的東西都先介紹完畢 那這一次曼波魚的話 哲平應該也會抽個 抽個一次死連抽吧 因為我們上次曼波魚的時候 我們是沒辦法課金的狀態嘛 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 我們就沒有花罐頭來抽這個系列 因為這系列的話超級稀有只有一隻 也就是我們的曼波魚王好不好 所以基本上 哼 是必中的 呵呵 就直接把他給抽回家就還不錯 哇來了螃蟹群 所以大家想要就是 抽一個完全不會抽歪的活動的話呢 這個活動非常的適合大家 因為這活動就只有一隻超級稀有 角色好不好 所以基本上超級稀有必中 一定讓你拿我們的曼波魚王回家 所以是完全沒問題的 好啦螃蟹群來了好不好 這一次的話這個有點像是 我們剛剛第一關那個魚群 我覺得這邊的話 我們那個雙掌性直接被打爆了好不好 那這邊的話要叫一些其他角色出來了 這不叫不行喔 會爆開喔 欸剛剛有讓他動作停止欸 所以螃蟹是紅色敵人是嗎 螃蟹是紅色敵人欸 你們知道嗎 哇 欸我是不知道的欸 螃蟹居然是紅色敵人啊 哇 剛剛叫了那個蘋果貓出來 我才知道原來螃蟹是紅色敵人 太可愛了吧 好好笑喔 這真的還滿好笑的欸 螃蟹 螃蟹居然是紅色敵人 讓我訝異了一下 好險我們這邊有帶上那個 二號機跟蘋果貓喔 可以打一個比較大的輸出 快速把它給你解決 我真的不知道螃蟹是紅色敵人欸 我剛剛奇怪想說 奇怪哪一個角色可以讓他暫停的 結果我就派出了蘋果貓 喔原來是蘋果貓讓他們暫停的 欸真的很可愛喔 很好笑喔 好 那猝死這關卡的話 如果你要打快一點的話 可能就是帶上多一點 那種打紅色敵人的角色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下一關卡 下一關卡基本上是我們最後一關 那這個的話基本上 我們上次只有拿到我們的500分而已喔 然後基本上我們沒有拿到 最高分的8000分 我們就再來挑戰一次看看吧 應該這次也沒有辦法啦 因為裡面的話應該是有螃蟹還是什麼的囉 好 那我們這次就要認真打了好不好 我們就照著我們自己的方式來出角色 那像遇到這種比較遠攻距離角色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用美女神直接把他給射完 應該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待會有螃蟹的話 我們就用紅色敵人角色來把他打掉 應該就OK的 好 好 小魚一直著 然後烏賊也出來了 開始覺得我們的錢有點慢喔 沒關係我們先存到4500塊再說 4500塊我們先叫出第一隻美女神 先用美女神先來清一些雜兵 然後清完之後我們再就是升點錢包 然後再繼續叫一些我們比較厲害的角色出來喔 目前來說我們大狂的強貓跟強貓都是扛得住的 所以還算還好 升點錢包慢慢升 然後等我們那個美女神來開弓了好不好 直接拉弓箭射歪這些魚啊 哇居然是兩隻啊 兩隻天使妹妹魚啊我的天 好 我們再繼續把我們的錢包給升起來 那天使妹妹魚的話 不知道是不是炸得到我們美女神 如果炸不到的話那應該還好 好 我們這邊應該是OK的 好 然後螃蟹來了喔 螃蟹來了 我們下一個可以考慮疊一下我們那個二號雞 啊炸到欸 那就跟我們細獸老師一樣啦 如果你要打我們那個天使妹妹魚的話 你可能就是必須前面有擋住一些小敵人 然後利用小敵人的那個位置 然後讓美女神觸發攻擊條件 然後打到我們那個天使妹妹魚 螃蟹這邊的話交給二號雞就沒有問題了 因為我以前不知道原來螃蟹是 是紅色敵人你知道嗎 真的是蠻有趣的欸 呵 我一直都不知道螃蟹是紅色敵人 喔 完了 哇 天使妹妹魚我覺得是一個 比較麻煩的存在囉 真的喔 這邊的話可能比較麻 不知道他是不是天使妹妹魚 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天使屬性就是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基本上這一場打了世界無敵久 連舉牌小人都出來了 我不知道我這次為什麼可以打得這麼慢啦 這一次的話應該連我們的那個 五千分都不到好不好 搞不好連關卡都通過不了欸 這一次 就是基本上我們的那個美女神完全都被我們這個 就是 妹妹魚給打爆了這樣子 然後我們其他角色的話也沒辦法就是 那麼有效的攻擊到我們妹妹魚喔 所以直接一個拖了一個超差 超超久的時間啦 連舉牌小人都出來了 大概打了差不多快要二三十分鐘了吧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在講完之後 我們的那個二號機終於是把一隻 我們那個妹妹魚給幹掉了好不好 打世界無敵久了 終於是把一隻給幹掉 一直幹掉之後的話應該就會比較輕鬆一點點囉 來看一下我們這次會拿幾分好不好 哈哈 零分 哈哈 好 我們零分 哇 欸 我們零分 呵呵呵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話主要來說 用我們的雙掌心來打我們這個三一條的夥伴都死掉 那最基本上這個關卡的話是有三個星級的關卡喔 那每個星級的話都有我們那個七分獎勵的 所以大家都盡量給他拿起來 我覺得都會不錯 那500分就有一張我們的金券啦 所以盡量打到500分就沒有問題了 阿剛剛0分就 就 就忘了吧 啊哈 好 那我們明天的話應該會讓大家看一下我們漫波魚的道場喔 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些就是對於我們道場比較厲害的隊伍的話 都可以歡迎在下一個影片留言分享給哲平咯 那別人知道是影片中午設定點跟晚上 影片跟晚上 影片到影片要打開看一下啦 那下一個影片再見咯 大家掰掰啦 我們下一個影片 這邊